MING PAO TORONTO 今天為大家試駕的車型 這台車大家等了好久了 就是PJOR的3008 得到了歐洲年度風雲車 而且是第一台得到歐洲年度風雲車的SUV 它大概也破了我的紀錄 就是我海外試駕一直到我們可以曝光拉的時程 以及我們曝光之後到消費者可以交到手上的時程 整個加起來超過一年 台灣的消費者如果是第一批訂車的很恭喜你 在兩個禮拜之後大概就是在12月左右 你們就可以拿到一台全新的3.08了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它的售價 目前1.2的手排和自排就汽油版本 原廠還沒有設定好2018年式的售價 以及配備 所以我們現在手上拿到的只有1.6柴油和2.0柴油的售價 1.6的部分從126.8萬起 2.0柴油的部分從169.8萬 2.0柴油只有一個售價 它分為兩個整集 一個是3008SUV的GT 一個是3008SUV的GRAP Control 我們今天試駕的是GRAP Control的版本 這兩個版本的差異在外形上最大的差別就是輪胎的尺寸 那這台車目前原廠已經接到了超過500張的訂單 我想這是標誌在台灣汽車市場 銷售成績最好的車款 也代表大家對於它的價錢 對於它的配備 甚至外型和內裝有很大的肯定 那我們今天為大家試駕的車型就是全新上市 即將交車的Pugeot 3008 我們來看看整個車的造型 全新的家族設計 未來你會在其他的Pugeot車型上 看到類似的設計 頭燈全LED 包含了遠近光 包含了軸型燈 包含下方的霧燈都是LED的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是藍色的車型 看的比較不明顯 因為在保桿的下緣 有很多黑色的防刮材質 這個防刮材質是造型用的 應付越野功能的 然後在車牌下方有一個 長方形的黑色的飾板 它就是具備了跟車系統 跟車系統的啟動要時速30公里以上 車道維持要時速70公里以上 才可以作動 但是自動煞停就是都會防護的部分 時速5公里以上就可以運作了 不過它運作要有一個條件 第一個 車上的成員要系好安全帶 沒有系安全帶它不會作動 第二個部分 你要碰撞的東西一定要是車輛 如果是其他的障礙物 它可能不會殺停 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你要碰撞的對象 它要是正常的駕駛 也就是說它故意來撞你 沒有用還是撞上去 然後在廠徽的左邊有一個鏡頭 它具備了360度的攝影系統 在車色的部分 GT一般版本它的輪圈配置應該是19吋 但是我們今天試駕是Great Control的版本 所以它的輪圈配置是18吋 也因為這樣的差異 3008全車系在後行李箱杖板下方都沒有備胎 只有我們今天試駕的Great Control 它是有小尺寸的備胎的 原廠的解釋是 你既然要做輕度的越野 那有可能會有爆胎的風險 所以它還是準備了小尺寸的備胎 不過目前在全世界上市的3008 都沒有四輪傳動的版本 統一都是前置前驅 然後在輪圈 甚至包含了下方的浪板 有很大面積的防刮材質 這個就是保護車漆的作用 然後原廠為了要讓下方浪板的防刮材質 黑色面積這麼大 看起來有點醜 所以有一條很粗壯的鍍鋼飾條 甚至包含了車窗外框 包含了後視鏡上 都有一些鍍鋼飾條的點綴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前S版上面有一個GT的名牌 以及它的引擎蓋的設計是包覆式的 和一般的SUV有一些不同 比較有一點off-road的感覺 然後在旁邊也有一個鍍鋼飾條 然後在B柱上有鏡面烤漆 甚至包含了C柱也有鏡面烤漆 搭配了鏡面的玻璃加上鏡面烤漆 有一個懸浮式車頂的感覺 另外在車頂上方有行李架 中間並沒有天窗 全景天窗是要做選配的 而且它的全景天窗 和以前的PUJR車系不太一樣 以前的PUJR車系全景天窗 是不可開啟的 3008選配的全景天窗 是可以開啟的 3008在B柱之後的玻璃 是深色處理的 加上後擋風玻璃 以及黑色的車頂 搭配的廠灰附近 一條鏡面烤漆 所以如果今天試駕是白色車型的話 看起來對比會非常的強烈 可是白色車型怕什麼 怕防刮材質的面積 還好它在車側的浪板 以及寶桿的附近 都有很粗壯的鍍鉻飾條來搭配 否則看起來會稍微醜了一點 另外寶桿的下緣 有兩個排氣管的飾管 它是好看的 其實它排氣管是在左邊 單出往下垂的一個排氣管 然後在右邊有一個廠灰GT GT是目前3008最高規格的版本 只分有沒有Ctrl而已 今天我們來介紹它的動力規格 沒有油壓頂桿 但是有隔熱棉 這具引擎它是排氣量2.0升的柴油引擎 另外在柴油的部分 還有一個選擇就是1.6的柴油 不管任何一個引擎 除了汽油的手排之外 其他的引擎搭配變速箱 都是EAT6的六速手自排變速箱 本體是自排的 它的排氣量1997cc 最大馬力180匹 在3750轉可以產生 扭力的表現很出色 有400牛頓米 其實1.6柴油也不錯 也有300牛頓米 峰值2000轉 另外這台車因為它要符合 歐盟六期的環保法規 所以它有一個AD Blue Ray 一個添加劑 就是我們講的尿素 你每行駛1萬公里 一定要去回原廠添加 如果你不添加的話 車子沒辦法發動 添加一次的價錢 是1000多塊台幣 所以這個都是額外的負擔 最後一個大概就是油耗了 既然是柴油車它的油耗表現 會是大家關心的重點 平均油耗 1公升可以跑17.3公里 如果是1.6柴油 它的平均油耗更出色了 可以跑19.4公里 兩者的能源效率都是一級 最後一個就是懸吊系統 前脈花成後半拖曳必負扭力糧 前後都有附防傾桿 接著我們來介紹它的空間 就是行李箱既然它有腳踢式感應的尾門 而且開啟和關閉都可以用腳踢式感應 不過先決條件是 鑰匙要帶到身上 打開之後 第一個看到就是它行李箱的平整性表現很好 而且也可以透過兩側各有一個把手 傾倒六四分離的椅背 它的公升數在沒有傾倒的情況下 都是520公升 倒平之後可以達到非常不錯的 1482公升 然後我們剛好強調 Great Control的部分 它有給你一個備胎 所以在杖板打開下方 有一個小尺寸的備胎 除了它以外 其它全車系3008 給你的就是打氣劑和補胎劑 3008全車系搭配了就是標準的六氣囊 包含了車車的氣連 主動安全的部分 循環系統這個是全車系的標配 只差在高科技的主動安全 所以以保家聯合這個車廠來說 它並沒有拔安全配備 也沒有用氣囊數來分車輛的等級 它頂多就是在頂規的部分 給你更完整的主動安全 高科技的主動安全 這個就對了 因為有些人可能不要 不要你就選比較入門了 可是入門的安全配備一樣沒有打折 而且還通過了 Elon Cap的一個五星的撞擊測試 所以它安全的部分 你不用去懷疑 然後在後方空間的表現 其實它在歐洲試駕是一樣的 大概是接近兩個拳頭在西部空間 一個拳頭就有三個指頭 多一點 頭部空間的表現就非常好 超過一個拳頭了 然後後方有很便利 兩個獨立的冷氣出風口 它並沒有恆溫空調 所以它是雙區的恆溫空調 地板的部分幾乎是全平整的 全國嶺的地板 左右兩側座椅 有一點擠皮 容部椅的一個指滑設定 後方有兩組兒童安全座椅的固定扣 中央有一個扶手 扶手打開有兩個杯架 而且第二層在打開 有一個小通道 你可以透過這邊不用下車 就可以拿取後方的物品 現在大部分的消費者很在意就是 音響系統可不可以跟手機連結 這台車它有Apple CarPlay 但是Android系統Android Auto 目前台灣還沒有開放 那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去下載Android Auto的App 這個App雖然你在台灣的Google商店下載不到 可是你還是可以在網路上找到 但是你找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因為有些有心人士 可能會在這個App裡面 會放一些木馬層次 甚至病毒層次 所以最好找來源可靠的Android Auto 只要有 這個消費系統可以關掉嗎 但是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內建的車載導航 目前3008 是沒有提供台灣的車載導航 包含的硬體也沒有 所以就算未來軟體開放了 你安裝進去之後也沒有用 因為他們有導航的硬體設備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在儀表板少了一個畫面 就是圖枝的功能 除了這個以外 其他和我在歐洲試駕的3008都一模一樣 但是這一台藍色的3008 GT 它是認證車 有兩個配備沒有 第一個就是在中控台下方 這個置物空間 應該要標配的Qi無線充電系統 而且它的Qi無線充電的面積非常大 就算你拿到一個非常大的手機 它只要具備這個功能 都可以放進去 有些車廠的Qi面板太小了 所以你很多東西放下去 手機是懸空了 沒辦法做Qi無線充電 第二個配備就是Focal的音響 這台車也沒有搭載 不過在GT上是標準配備 然後在上方這個螢幕 它具備了觸控功能 而且90%都已經中文化 但是它中文化的翻譯 有一些怪怪的 起碼你看得懂 然後下方這一排按鍵 就是去控制上面這個螢幕的主要功能 第一個 旁邊有一個小按鈕 這個按下去之後 它有兩個強化氣氛的模式 一個是RELAX 一個是增強 這兩個東西會控制幾個部分 第一個香氛 它具備了三個木頭味道的香氛 它的香氛裝置是在手刀箱裡面 第二個燈光 第三個音樂 第四個按摩椅 尤其是按摩椅 按摩椅的部分 你只要按下去之後 它有六種按摩模式 最特別就是第一個 貓掌 你有沒有養過貓 如果養過貓 如果你的肚子跟我一樣這麼大 貓最喜歡在我的肚子上按摩 按摩的時候 它很舒服 你也很舒服 那在車上也是一樣 這個按摩椅 用貓掌模式 你可以非常的舒服 然後它有分為三段的強度設定 這五個模式都有三段的強度設定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動態 動態的模式分為正常和Sport 正常和Sport並沒有影響到避震器 它沒有電子避震器 它影響的部分只有兩個 第一個 變速箱換檔的延遲 第二個部分 方向盤輔助的力道 而且方向盤輔助的力道差異非常的明顯 然後下方一排按鍵 音響冷氣導航 只有第三個按鍵是沒有作用的 因為它沒有車機導航 第四個車輛的設定 第五個藍牙電話 第六個功能鍵 然後在下方一排就是冷氣 還有儲物的功能 加上兩側有電熱椅 它並沒有通風椅 它只有電熱椅的功能 旁邊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分為五個模式 一個巡集系統的關閉 一個是一般正常的模式 再來一個是雪地 以及泥泥路面 最後一個是沙地路面 雖然它只有前輪驅動 不過它可以透過ESP 還有御甲煞車的功能 讓你具備一點點輕度越野的性能 然後旁邊引擎啟動鈕 後方有一個造型非常特別 非常有質感的排檔感 然後旁邊有一個AND的模式 因為它搭配了 不可以隨著方向盤轉動的換檔撥片 然後後面電子手煞車 很可惜並沒有AUTOHOPE 然後在後方有一個SPORT的按鈕 這個按鈕就是我剛剛強調的 它改變就兩個變速箱 和方向盤輔助的力道 然後後方兩個杯架 以及中方扶手是固定的 裡面有一個非常深的置物空間 儀表板也是全數位的 所以你的眼前有兩個數位螢幕 一個是儀表板是12.3吋的 另外一個音響主機是8吋的螢幕 這個儀表板你透過方向盤左邊這個旋鈕 可以設定為幾個模式 一個是用戶制定 一個是最低 最低就代表它的顯示方式只有一點點 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儀表模式就是最傳統的 左邊是時速 右邊是轉速 而且它兩邊的指針方向是不一樣的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駕駛模式 駕駛模式比較特別 因為它具備了高科技的主動安全 在GT版本是標配 車道偏移 跟車系統 自動都會殺停 以及車側盲點 都可以在這邊做顯示 而且旁邊有很簡易的 時速和轉速的顯示 方向盤 非增圓的 口徑非常小的方向盤 這個方向盤的輔助 以及握桿 以及你轉動的時候 非常的便利 非常的救手 雖然它小 可是非常的好操控 然後左邊的按鍵 聲控 音響大小聲 還有控制儀表板螢幕的變化開關 右邊的部分主要也是控制 中間這個彩色的資訊幕 然後旁邊有電話階梯的開關 它的定速裝置並不是整合在方向盤上 而是在旁邊這邊有個撥桿 它具備了定速以及限速裝置 然後在後方有兩個小小的按鈕 這兩個按鈕就是 跟車系統遠近的距離調整 然後在方向盤左邊 集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按兩次 就可以開啟後方的電動尾門 座椅在駕駛座是全電動的 副駕駛只有按摩椅和腰靠是電動 其它是手動的 另外它有一個很好用 我很喜歡的功能就是 大腿支撐的延展 它是手動調整的 這兩張座椅的乘坐品質非常棒 未來大家去展示試的時候 可以多體驗一下這兩張座椅 尤其是它的按摩功能 而且這兩張座椅是 AGR認證 賓室等級的AGR認證的座椅 它的支撐性 甚至舒適性 還有安全性 這幾個部分的表現都非常棒 安全性我們沒辦法測試 可是經過AGR的認證 我想安全性也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在北海岸金瓜石這個山路 這山路非常窄 而且它的坡度還滿大的 我沒有用到Sport模式 其實就可以很輕鬆的上山了 所以Sport模式用的機率並不多 而且Sport模式會讓方向盤變得比較重 我想很多人喜歡比較輕的方向盤 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我覺得它還是有一點點小的缺點 也不能講缺點 就是少了一些按鍵 第一個停車起火 你要進到這個螢幕裡面去設定 它沒有一個快捷鍵 然後在傳統方向燈撥桿這個按鈕按下去 如果你接好了Apple CarPlay的話 它可以直接按這個按鈕 就可以把Siri叫起床 然後右邊這個雨刷按鈕 往裡面按的話 它會啟動分段的旅程電腦 還有瞬間油耗、平均油耗 可惜之旅程 都可以在這邊做操作 那這台車其實和我在歐洲試駕的車型是一樣的 都是GT的版本 包含顏色也都一樣 只差在就是儀表板沒有圖枝的顯示 其他大致上都相同 然後還有就是它有一個中文化的音響螢幕 後擋風玻璃上面那個Cart of the year 2017年的貼紙 貼在那裡 這個貼紙不能亂貼的 亂貼會被告 這個貼紙貼上去代表它受到了歐洲消費者的肯定 然後可以得到這個很難得的大獎 那這台車已經在台灣上市了 而且再過兩個禮拜就要交車了 很恭喜這些車主 你可以開到一台很完整的3.08 那不管是它的跟車系統 車道維持 甚至包含了都會沙庭 都會沙庭我們不敢試啊 可是在跟車和車道維持的部分呢 它的靈敏程度和我們所熟悉 不管是VW 不管是賓士 都非常的接近 維持的方式以及跟車系統的設定 它的靈敏程度和聰明的程度都很棒 它並不會因為它是一台只要100多萬的車 可能就沒有300多萬跟車系統的架子 其實並沒有 那在柴油引擎的部分 它的出力你不用去懷疑 大概比較不方便 就是每1萬公里 你要去加一次ADIBU 就是尿素 這個是要稍微留意一點的 整個底盤的設定 和在歐洲當地設定的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畢竟它是一台進口車 原廠不可能去改變這個設定 懸吊的行程並沒有想像中的硬朗 尤其在面對台灣崎區的路面的情況下 它是以偏向舒適取向為主 所以你在彎道過彎的性能 還好它的方向盤的直徑比較小 所以你的轉向會非常的輕鬆 但是車輛的側傾會稍微多了一點點 但是這個多了一點點 就取決於你平常用戶的習慣了 如果你平常都在直路行駛的話 或者是你平常都不會做太激烈的操駕 這種舒適的懸吊是大部分人要的 你也不會拿這種車去跑賽道 也不會拿這個車去飆山路 所以太硬朗的懸吊 反而對於大部分的消費者 尤其是上展示間試車的消費者來說 你會稍微的不習慣 因為我們大部分接觸的車 懸吊都是軟趴趴的 這台車其實和它們有點類似 不過車體的剛性很好 所以你車內的隔音 包含了異音的意志 包含了組裝品質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出 它是一台非常紮實的進口SUV 所以標誌3008 它得到了歐洲人的肯定 在歐洲市場賣得非常好 歐洲人的開車習性其實很適合台灣 因為台灣的路況也是路很窄 然後有些路也是不平 在歐洲尤其南歐也是一樣 我認為它是一台幾何的科技 數位科技 包含了安全 以及高科技的組裝安全 加上了SUV的空間機能 很好的組裝品質 很優異的行車路感 這種種的結合 就只剩下消費者上門去試車了 我認為去試看看 你試看看你會知道 你付出譬如說從120幾萬到180幾萬 你到底哪一個價位是適合你的 那你就去選那個價位的等級車款去試看看 你也可以去試試它競爭對手 你就會知道 我為什麼一直推薦3008的原因 就是我覺得它花一樣的錢 它給你更多的配備 以及有很不一樣的 不管是視覺或是你轉動方向盤的駕馭感受 這個是要你去展這間試車 才能夠很完整的去體驗 請訂閱 我們分享一下 這間試駕馭感受到更多的攝影 你會幫我解釋一下 這間試駕馭感受到更多的攝影 我可以去看 然後你會做到更多的攝影 我可以去看 你去看 你去看 你去看